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晓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来深入看一下 我们的新冠疫情 我们的资源分配 还有我们的交通问题 为您邀请到三位 对这些议题都非常深入研究的异作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张肯辉张艺作 艺作人好 主持人好 我们王毅也好 陈毅也好 我们基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肯辉 大家好 张艺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王敬之王艺作 小薰好 两位议员好 各位基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王敬之 王艺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的陈维仲 陈艺作 主持人好 两位艺作好 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的基隆市议员陈维仲 维仲好 那现在爆发的新冠疫情 真的是惹人心惶惶 我们的张艺作 他在去年就曾经在市议会上提出 要超前部署 我们就来看这段影片 SARS的疫情当初八千个人感染了 七百四十四个死亡 但这次的新冠状 比17年前更严重了 等于波及了整个全球 未来我们不敢把握 这些我们希望不会有发生 像有些未来这个细菌感染是越来越强 而且越来越严重 加上人民的互动 当然文明的世界 互动关系紧密 我们又是一个游泳母港 所以本期一直以众亲长的 一直提醒 局长 我们在这一些筛检的人力 隔离的病床 这一些我们要赶快的来充实 我们希望备而不用 但是这一些疫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所以这个是本期 是希望 我们的卫生局 我们有没有 万一因为我们是游泳母港 什么时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什么时候混进来 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很精密的仪器 能够筛检的话 第一个手上其中 是我们基隆的市民 所以本期非常的重视 也希望局长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 在预防未来的任何的一些疾病的 马上的筛检出来 这些余趣 这再也就是筛检的问题 让大家现在都非常的关注 不只筛检 还有我们的疫苗 还有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请教张艺座 就您的观察 金融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的 在没讲到这个议题之前 耿惠在这边 要向我们全国的防疫团队 及我们锦翼 要在第一线的守护着我们 台湾省的疫情的一些守护省 在这边表达最高的经历跟知识 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祈求 希望这个疫情 能够天佑全球 天佑台湾 天佑基 赶快地能够远移 让我们全球的人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当然刚才从我们VCR看到这一次我在去年的五月份 在总执行的时候 一直刚那时候刚爆发不久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我们2021的二月份 二月21号是我们第一例的本土的切诊案例 那这边的话我想这一次的疫情为什么说 我讲了有时候我经常在说比战争还可怕 因为这一次它是波及到全球 战争的话可能是国与国 最多只是波及到临近的几个国家 那这一次的疫情是波及到全球 我们依全球来看 这一次等于全球的切诊有1亿7千多万 死亡的人数大概有350几万 还记我的资料里面收集的 那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最近的话 都是刚来我们电视台 今天是6月3号 刚才电视台之前的话 统计我们的累积死亡人数有166人 那确诊人数已经也达到9974 那依我们基隆市的目前的话 有两种状况 我是觉得我们已经慢了很多的 就是在之前的我们的所谓的超前部署 当中已经发生一年多的时间 2月21号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半 我们的施打疫苗的话 我们才多久 施打疫苗的话 我们才几个人有被施打 即我昨天晚上来电视台之前 跟卫生局联络 大概有一万人 施打 那以我们人口数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以36万来讲的话 一层的话也要三万六 三万六 三万六千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层的都不够 何况我刚才在电视台讲过 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国际港 一个是游如母港 未来这个尤其我们基隆市的 我们的市民对这些疫苗的渴望 希望赶快能够施打 而且我们到目前为止 很可惜的 当初因为我们在这边也不是怪我们 林市长的团队执行不厉害什么 问题是我们受限于中央的一些法条的规定 中央怎么规定 在之前的话我再跟大家念一念 中央政府规定 一定这个疫苗一定要跟盐厂签订 才能采购 然后由中央统一来支配分配执行 这个当初的话也造成社会很多的反弹 那这个反弹的话 当然我们那时候台北市 那时候疫情严重的时候 他说侯市长那时候提到 我们还要再等两个月吗 才能得到吗 才能得到疫苗吗 那时候这无症状的感染 他扩张会很快 所以那时候他第一个跳出来 然后完以后很多 包括因为受不了邀利 因为时间关系 我在这边只是几例的拿出来看 很多企业反弹 不管是县市反弹 当初马上我们蔡总统就跳出来 甚至把股票的这些都出来成绩 那到时候他澄清什么 劫无阻挡民间的筹筹疫苗 就是六月中国时报 六月一号 那时候六月三号又出来了 因为很多六月二号也出来了 民间自购的疫苗比例合理可部分流用 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当初的话 我们那个谁 淫宁也提出申请案 中央为何物 到现在为何物 很多的包括永宁 红海 到现在还有72小时也好 42小时也好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当初报纸 也写出来 报纸写什么 写说我们已经要国产疫苗 在那边等七月份 七月份才要出炉 我是我们在座的所有的 是你好朋友 一个疫苗 一个无症状感染 它是一直扩散下去 我们的全境部署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施打疫苗 我们台湾有2300万人口 现在寄我的统计资料 来电视之前 统计资料才50 50万多 50万多 以我们一层来讲 我们一层的施打力 以台湾人口 一层施打力 至少要230万吧 对不对 2300万啊 结果我们现在 还打50几万 所以在这边 有没有说这个效力 跟我们有没有组长民间的 我们大概心知肚明 市民最有感 就像侯市长所讲的 市民的感受最清楚 然后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 所谓超前部署 神话已经破功了 为什么破功 当初从我们沾沾自喜 就在庆年的时候 都是在玩一些 数字的游戏 数字的游戏 在那边每天 就临窃城 然后隔离 这些不知道 要社稷全部普筛 我们确实都没做 疫苗到现在 我们才50万 前台湾省 所以在这边 我是奉献的 值得当即 我知道 你们都很辛苦 第一线也非常辛苦 我刚才没有否认 只是我们领导者 带动者 你们要充分的授钱给地方 在作战的时候 因为我也去金人出身了 在战场作战时 精英不从 往往精英没有办法去 从你上面所规定的 他一去作战指挥官 全钱授钱给各作战指挥区 你来全人出入 不能等到我已经扩散以后 我还是等你寝室 等你核室 等你来分配 那为之一晚了 所以在这边 我也奉计我们市长 已经要极力的向中央来争取 这个疫苗已经市民 已经等待 一快一年半了 你们还要等到 你们的国产疫苗下来吗 这个人民的权益 他有权益来选择自己的品牌 只要有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疫苗 你开放给民间的 赶快来购置 赶快来施打 因为这次民间的 也主动出来 支持很多 其实几例来讲 我们的慈激基金会 佛光山 我们的吸血团体 红海等等 包括我跟大家报告 这一次他们 慈激来讲 主动的跳出来 先给我们地方 我这个是统计知道 等一下我来统计资料 知道5月30号 他的手套 160万 质养机500台 这个筛减站30 快筛四季60 这些还有四季的分奖器 4万个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个让警工大家做参考 我想总共 包括筛减站 筛减站13间 然后整个来讲的话 所有的就是到统计 5月30号 95万71900多件 所以可以我们看到 慈激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很多民间团体都会捐了这些物资 到支援我们这个 所以在疫苗的部分 其实希望的是政府可以开放 对不对 是要积极的开放 不要去阻挡 还要说我们没有阻挡 事实上很多卡关在那个地方 所以疫苗分配的合理性 其实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探讨 我想省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 好的 我接续着这个议题谈 现在关于疫苗这个问题 既患寡 更患不均 刚刚前面张毅座在谈的是 疫苗是否充足的问题 但其实在这个之前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先被讨论 就是到底如何公平跟合理的分配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目前现在卫福部针对 公费疫苗接种的对象 其实分成十类 这十类 我们过去这半年来 从分类公布开始之后 其实就一直不断的呼吁 这个分类其实是必须要进行检讨 要检讨什么呢 我们看看第五类跟第六类 我必须要先说 当疫苗不足的时候 大家就会高度的焦虑 一旦焦虑就会问说 整个社会的焦点就会从 我会不会染疫 变成是我打不打得到疫苗 如果这个焦虑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疫苗进来 我觉得也一样会变成新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第五类跟第六类 第五类是什么 维持社会运作是必要人员 第六类是机构及社福 照顾系统人员 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目前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说 请问谁是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 卫福部一直在强调 CDC也一直在强调说 他们是要用滚动式的检讨 来调整这个顺序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什么叫滚动式的检讨 就是当有人确诊的时候 他们才会愿意开始检讨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第五类跟第六类里面 当然有包含了警察 但警察的位阶也是因为警察在确诊之后 所以整个顺序往前调整 但是还有很多是不在这其中的人 比方说我们在讲 我们办公室就接到很多公车司机 接到很多清洁队员 接到会进行家访的社工 或者是基层医护的陈情 当然还有包括邮局的邮务士 他们都是在整个维持社会运作的必要人员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是 大家非常非常惶恐 到底这个顺序怎么排 这件事情必须要在疫苗进来之前 能够先进行检讨 大家才会比较安心 第二我必须要谈到 这个整个顺序 它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必须要检讨 就是第八类 65岁以上长者 你可以看到第六类 镜头可以如果带过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第六类 机构及社福照顾系统 人员及受照顾者 这件事情它到目前为止 是因为有在机构内 群聚跟染疫的现象发生了之后 CDC才愿意开始进行滚动式的检讨 但我们后面都可以预期得到 还有什么问题会发生 65岁以上长者 我们现在看到65岁以上长者 它被排在的是第八顺位 但你知道吗 WHO怎么建议的 WHO基本上是建议 把65岁以上的长者 排到第一顺位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波的疫情 全台死亡 死亡的人数 总人数里面 60岁以上的就占了90% 然后有慢性病的还占了75% 所以在这种数据之下 你会看到的是如果高龄者染疫 它特别特别容易死亡 而在死亡之前 所会整个医疗体系的资源 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高度的倾斜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第一波被打 但是我们被排在第八类 所以这个问题会非常非常大 那有没有国家已经把长者排到第一位 有啊 有很多国家基本上都已经是这样 至少我们看到英国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是直接把它放到前面 这是第一个关于疫苗不均衡的问题 第二个关于疫苗不均衡的问题 我就不再细讲 只有点出一个问题 目前现在双北会被中央视为是重灾区 但是基隆到底算不算 我们现在都在开一个玩笑是说 有福利的时候就谈双北 有灾难的时候就谈北北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基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合理的对待 基隆市现在每万人的确诊人数 是差不多将近4人 所以就县市排名来讲 也是全台第三名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的疫苗是选择补足了台北和双北的 第一类第二类到第三类的优先顺序 到百分之百 但是基隆到目前为止 今天上午市长才开了记者会 宣布好消息说 中央又补了2100剂进来 但其实我们知道 这样有没有补到百分之百呢 没有 我们已经查过数据 基隆市的123类 如果要补满到百分之百 基隆市还差900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隆如何防疫能够成功 我觉得非常非常艰困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 我都必须要说 北北基如果是作为一种区域联防的概念 基隆市的市长 他必须要更强力的对中央喊话 不能一直当乖宝宝 很清楚的为基隆市市民 争取更多的疫苗进来 而这个更多的疫苗 我们知道此刻是不可能打到 一般市民身上 但是至少就第一线 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的防疫工作人员 或者是高封检接触者的工作人员 基本上是可以先得到百分之百的疫苗的保护 是 就是可以看到疫苗的施打优先顺势 还有北北基分配不均的这个问题 微重其实也有话要说 我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王预言谈到非常多说 在我们北北基的疫苗 还有我们现在基隆 尤其是在第一线防疫的相关人员 就是第一类第二类跟第三类的施打上面 其实我们是非常关注的 那目前其实呢 就是如王预言刚刚讲的 还有九百计这个缺额 那其实我们在 这几个礼拜的防疫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办公室也接到非常多 邮局的邮务室 公车司机 然后以及说像是市场稽查员等等的 很多他们因为现在的防疫工作 他们或是他们本来的职业的状况 必须要高风险的接触到非常多的人 他们也很希望自己身上是有疫苗的保护 而不会去就是变成染疫 而且最后造成说自己跟家人的危险 那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很希望是说 就是基隆市政府 除了我自己跟我们时代力量的立委 有一直在呼吁 中央可以来尽速的调整 跟让这个疫苗施打的顺序 可以纳入更多更多的人的防护 我们也希望是说疫苗的进口 或是疫苗的发展 国产疫苗的发展可以持续的努力 对 说到这个疫苗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那前一阵子我们在市议会 省致意义座有特别提到 谁住在蛋白区 基隆市近年来的资源分配 是呈现N型化来进行 这个问题还蛮大 我们先请省致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谈到这个议题 我必须要先说 其实是会让人蛮难过的 那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说 我是不是在批评林又昌做得不够 做得不好 我不断地说明说其实不是 我在讲的是他做得不够均匀 如果基隆市七个行政区 没有办法共同往前发展 同步往前发展的话 基隆市的七个行政区 我开玩笑说 他就只分成三个行政区 三个行政区就是蛋黄区 蛋白区 还有蛋壳区 今天这个节目也非常巧 我认定的蛋白区 就刚好是暖暖区 安乐区 以及七堵区 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辨认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知道这张图是什么 这张图可能要缩小一点 这张图其实是今年十一月预计要举办 十月份要举办的城市博览会的四个展场 这四个展场分别有ABC 还有三个展区 然后以及是副展区 可我必须要说 这个城市博览会 在政治上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是林佑昌市长的毕业典礼 但是更关键的是 如果一个城市博览会 它要展现这个城市的过去 以及未来 怎么能够只放在这四个展区里面来做思考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名为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 但是非常容易就会变成是市区博览会 而这个时候就真的要回过头来问 那暖暖在哪里 欺读在哪里 安乐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只会看到重新再辨认一件事实是 当一个城市的发展有核心 那就一定相对的有边陲 所以如果在核心跟边陲的资源分配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回过头来重新调整 那不会是一个好的城市发展 所以我跟林又昌市长说 我在总质询里面 其实也在一再的强调 林又昌市长在剩下一年多的任期里面 应该要带着歉意 我说的是亏欠的欠 以及歉意是道歉的欠 能够重新调整脚步 在城市博览会办完之后 能够重新对暖暖区七堵区跟安乐区 重新做一点调整 我想现在举一个例子就让大家知道 停车问题是基隆市七个区 其实大家都在哀鸿遍野的事情 你光是在问过去这些年来 全基隆市到底增加了多少停车隔位这件事情 我相信市政府不遗余虑的在做这件事 停车问题到底能不能用停车隔位数 来解决这是一回事 但我要先说如果我们光是把全 这过去这几年来全基隆市的 所增加的停车隔位 你用行政区来进行区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暖暖区几乎没有太大的增加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 你就光举这个例子来讲就好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就会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八堵火车站旁边的钢垢机车立体停车场 这个钢垢的立体停车场 目前因为钢垢的锈石 所以目前已经完全封闭 但是基隆市政府有没有准备要进行修复呢 你可以知道有非常多安乐区的朋友 暖暖区的朋友如果为了要通勤 其实都会往八堵火车站去集中 甚至部分的人爱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停车如果不方便 就变成是不会再去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现在看到就变成是一个 雪上加霜恶性循环的问题 如果停车不方便 不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大家就变成是很习惯用自驾 那一样会造成其他的交通问题 那我必须要说 基隆市政府对于这个停车 机车停车场是否准备要进行修复 他给了我们的答复是说 要等到基隆捷运来的时候 进行整体规划 老天 基隆捷运什么时候来 完全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基隆市政府 再不往前改善这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以及进行修复的话 它其实就形同了 这个停车场的土地跟用地 就被台铁收回没有两样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 我们看到的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之一 我还可以再往下讲一点 再来 林又昌市长放回到暖暖来看 林又昌市长其实在选市长的时候 他提出四个 提出有一个证件 是在基隆市要做四个老街的载造 但我们现在看到七年下来 他其他三个老街都做到了 唯独暖暖的老街 他没有做成 而这件事情他也公开的 曾经表示过歉意 但我必须要说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现在全暖暖区里面 唯一具有日式风格的宿舍 而且乌林我们调查的结果 应该已经有七十年以上 面对这个 他就在老街里面 但是却其实就是任由他放烂 我们一直主张说这个老屋 其实应该要重新被重整 但是林又昌市长 显然没有准备把利器 放到暖暖老街来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讲的 整个市政资源M型化 分配M型化的原因之一 所以可以看到资源分配不均 很多明代都提出了建议 那当然在人本交通的问题上 我们有请薇仲 薇仲他特别拍了一部影片 他要凸显出来 这个人本交通的问题 他自己去穿了那个棚主装 来伴老人过马路 我们一块来看看 我是薇仲 我们今天跟宏道基金会 借了棚主装 要模拟一个老化的状态 让体验者在穿戴这些装备之后 感觉自己其实像是老人家 然后会有点行动不方便 那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老人家呢 因为在我们基隆市有很多的行穿线 或是人行道 他其实没有那么友善 可是你作为一个像我这样正常的直立人来说 你可能很难去体会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 或是身心障碍者 在使用这些公用的设施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障碍的想法 对老人家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今天决定要来拍摄这个实测的影片 由我自己来穿上这个棚主装 然后实际的去走这些 秒数比较短的行穿线或是人行道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开箱 背心 拐杖 逐托清 背带 附重的 智力会模糊的装备 好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来着装了 大家好我已经着装完毕了 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脱背 因为他这个肩背带是特别有设计的 就是要让我会弯着腰 然后我现在最痛苦的部分是有这个就是铁条 所以我现在腰的腹重很很重 现在就是感觉整个身体就是真的很不方便行走 这是我的视角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完全一片糊糊的 对然后看不到秒数 只可以看得到那个红绿灯这样而已 大家等一下可以观察一下那个等下左右转车 因为他们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快 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的车子是不太愿意里让行人的 然后 还是就是在这个秒数设计下就是非常希望赶快就是进行他的左转 然后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在秒数时间内就是到 好累 到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的经验是这边的这个路口真的特别可爱 所以我自己其实会有先准备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来这边看医生的老人家 你可能只是想去对面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危险 因为我真的是走这个路口很久了 我应该还蛮熟悉这个路口 后面那里是回转道 从回转道盖好到现在其实我还蛮常走这个路的 所以我都知道他秒数大概什么时候会有 有变化 在选举的时候也一直站在这个路口 所以我知道这个路口有特别多的车 所以真的是还蛮危险 这个路口呢安乐区就是事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路口 也就是最危险的路口这样 手法的资深公民呢就是要来挑战这个路口 会看到这边有天桥 这边会有左右转车 所以就转过来的时候这个方向容易被天桥给挡住 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秒数正在减少 但是完全看不到对不对 用公车来闯红灯 好可怕喔 这边的老人家会到安乐市场的路线 这边 我这方向就是点的是安乐市场的方向 爆多的车 然后有人扒我 这么多 那这个是西定高价材 它要右转 哇它是可能我看不到行人 看到行人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撞上了 真的蛮危险的 我的腰跟背很痠 你有何感想? 我覺得超級累 而且我的手就後來有點麻掉 因為我的關節活動不好 所以我現在很不舒服 你會發現說腰跟背很痛 我就背會痛是因為我要支撐自己 所以要用這個 然後其實整場都很想坐下來 不然的話就是會很不舒服 其實眼睛耶 因為其實根本看不到 明明就覺得現在我可以過是綠燈 然後我還是覺得很危險 我會不想過這個馬路 但是作為一個勇往直前的老人 我還是前進的這樣 剛剛影片中看到微重滿頭大汗 真的就是讓我們深刻體會到 真的要真正落實行人入圈 我們要請維中 後來有解決方案嗎?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拍這支影片 就是因為其實也呼籲 剛剛前面所講的 其實在基隆的資源分配上 我們其實市長一直都在喊說 人本交通 人本交通 可能你會發現人本交通 大多數的資源都還是放在市中心 那像我們安樂區即使是人口最多的區域來說 我們這幾年其實在討論人本交通 有點像是硬體的建設 目前的話比較大家常聽到的就是賣金路 那問題是賣金路即使現在做好了這些硬體的人 行道的設施吧 人行道加寬之後 可是其實行人在走路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有像我剛剛那樣的經驗 其實我這支影片之前發布之後 在網路上非常非常多的市民都跟我說 真的我們覺得過馬路的時候非常不安全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我們自己的討論中 我們就希望藉由這支影片來告訴公部們說 其實你在喊的人本交通 那不只是一個硬體的資源投入 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整個政策是不是可以 不要再用車子的方便 也就是大家剛剛影片看到的 其實我們每一個過馬路的描述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綠燈喔 行人是綠燈 但是左右轉車就是一直會衝過來 那這件事情也造成非常多的危險 那其實前面我們討論到很多疫情重症死亡人數是老人家 其實大家知道嗎 在交通的死亡上 其實台灣真的是非常非常誇張的國家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就是 因為在這樣的路口設計 跟就是車子位裡讓行人造成就是很多很多行人 尤其是老人家 因為來不及過馬路 然後或是沒有辦法即時反應 被就是這樣撞到 可是沒有人有錯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就是強烈呼籲說 透過這個影片跟市民的關係 我們也會持續的跟市政府來追蹤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在交通的設計上 不是交通硬體 而是交通的設計上 可以真的用人來思考 怎麼讓人更安全更方便 所以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 一樣以人為主的考量交通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我們的基隆河岸步道的優質化 你快來看這一段 基隆河防汛步道已經成為民眾散步見走和跑步的超航地點 不過以其堵斷的防汛步道來說 缺乏公共廁所 市區抽水站參觀 希望基隆市政府也可以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呼籲現任基隆市立委可以協助基隆市政府 向中央爭取5億元的經費 用來改善基隆河 基隆斷防汛抽水站的廁所和設施 開放讓民眾解決內疾以及其他服務的問題 講這個是我們期待很久的 因為這麼長的一個基隆河沿岸 沒有一個公廁沒有一個休閒場所 還有我們這邊騎腳踏的人數也很多 至少像我們江長抽水站那邊還提供給我們市民 騎腳踏的時候沖氣用還有飲水用等等 他還應用附近的閒置的土地可以做遊樂設施 籃球場停車場等等 這個在我們基隆沿岸我們都看不到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除了我們市政府本身的團隊要努力之外 也呼籲我們蔡委員民生法案第一優先 趕快徵集這個敬畏 所以翼座的呼喊其實中央有聽到 因為在今年的2月20號 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親自來視察基隆河濱的自行道 而且他還宣布要斥資1.8億要串起新北基隆河步道 不過三個月過去了 情況怎麼樣我們要請翼座 是有關那個我們這一次就是基隆河就是我們行政院 110年的3月份就核定了我們這個北北基的基隆河的自行車 這個串林步道總經費大概1.8億 當然在當初我們市政府公務處所承報的整個基隆市的基隆河案的景觀 清水空間串林案原本他是提5.2億 這個案子有關基隆河的串林的話 本身我舊職當初在洗財力債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一直爭取到現在已經20年了 陸陸續續包括基隆河的沿案未來沒有 就是因為沿山指控完以後 當初我很建議希望在這一段從軟軟到我們北屋獨那邊 這個基隆塊找幾個適當的地點 甚至於用藍水壩藍河宴一樣把它砸起來 平常的時候乾旱急的時候水大概有一定的 那個颱風季節的時候還有那個比較 煤雨季節的時候水比較大一點就讓它自動的 就是放著他們流過去的那個防水砸門 結果到現在當然1.8億的話我想 東方的整個經費也都已經有到位 陸續都已經到位在做了 我想跟大家大致報告一下 所以他這個先解決五個地方 現在1.8億的話 他是從第一個他的五個地點要解決的 就是前線的水防道路改善十公里 大概有七千九百五十萬 當然這個工程也議定了 這個我應該看得到 這個大概花包也在我們今年度的 大概五月二十五號已經開工了 大概在議定大概一百一十年的十月底完成 這是我們第一項 那第二項就是我們的四座 入口的號製設置總共有七百萬 這個也是我們由我們的經費主管單位 我們的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還有我們執行單位 就是我們基隆市市政府的交通處 我看大概是你們朋友都是看得清楚的話 應該是看得到 我看因為時間關係我簡單就是細數一下 那我第一項就是我們過港路的串連步道 架高工程一百二十公尺 及我們步道改善八百八十公尺 這個統合經費有一千三百七十六萬 這邊我也真的是我們短短期的議員 三位議員都很認真的一直在爭取 這個目前的話經費也都已經到位 交通部交通部經費來源就是交通部 執行單位的話是我們基隆市市政府公務處 那第五個就是軟江橋下 軟江橋下穿越我們這個引道六十公尺 跟我們上游的右岸鹹背道路工程大概八百公尺 這個總共有七千一百八十萬 這個陸續都已經都在發包了 所以這邊利用這個機會也特別跟我們四名好朋友報告 這個我們議會也都是很關心 不過我在這邊的話還是要再次強調 因為整體來講的話 雖然說我們腳踏這個步道不管是什麼樣 它一定要經過我們的環境道路的步道 不可能那個腳踏車在天上這樣在那邊踩 飛天車一樣 所以在這邊的話整個經費的話 目前來講還有三點四億 假設我私底要了解的話 若是說我們市政府在自酬百分之18的話 大概要六千一百二十萬 那剩餘不足的話大概就要 還要繼續再向中央 來爭取兩億七千 七千八十萬左右 兩億七百八十萬左右 但這個的話我是希望我們立委級的 還是我們市長要積極的 來向中央來爭取 那我們想我們基隆市的市民要求不多 有時候我在議會的市長講也講了好多年了 我們基隆市民有時候到台北市 我們先天條件不足 我們也沒有什麼報業 因為我們土地沒有那麼大 台北橋下那一些有籃球場 足球場棒球場累球場等等 那一些也是發揮我們中央的經費 不可能他們自己出的 都是來自百姓的納稅錢 問題是我們基隆市 一個現在七七的還剩兩億多而已 讓我們期待基隆市期待多久了 讓這些在基隆河步道散步的人 那些長者甚至老幼 他們要上個廁所地方都沒有 他口口聲聲都要說各不能各管各的道 我想執政還是民進黨吧 各部門你們統籌可以指揮吧 所以讓我們基隆市期待這個經費 其實是期待太久了 交代不過去 我也希望在此在這邊呼籲 我們地方政府 尤其市長 立委 你要加把勁 在短短的兩億七七的兩億期間都換而已 讓我們基隆市等待多久期待多久 我也是希望你們真的是加把勁 利用這個機會 要在此的呼籲你們 真的是讓市民有感 對 讓市民有感的 其實還有我們的捷運 要帶大家來探討的是 我們捷運要到基隆之前 應該要準備好哪些工作呢 行智 捷運到底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 這件事情其實必須要透過時間來驗證 但我必須要說捷運如果真的來 我們基隆會有什麼不一樣 你有沒有辦法跟著我們一道來想像這件事情 我剛剛前面已經說了 基隆市過去這幾年的發展 它其實是已經呈M型化分配 大部分的資源都集中在市中心 或微校港灣附近 但其他區域的發展 有沒有可能共同往前推進 如果前面的這幾年的失衡 可以透過未來捷運來而重新調整 我的心情就會像是什麼 就像是在坐月子一樣 我們有機會可以把我們的 重新再進行調理 現在目前基隆市已經很清楚的公布 要用TOD的模式來引進基隆捷運 TOD是什麼 TOD其實就是交通導向的城市發展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回過頭來問 交通為主還是以發展為主 如果以交通為主 我們會看到過去有一些例子 其實已經發生 比方說像中和的景安站 比方說像土城的永寧站 它在整個站體周邊 沒有進行好規劃之前 捷運就已經蓋到那邊 所以你會發現的是 就是中和的這個景安站跟土城的永寧站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不便利的 不便利的捷運站 我們回過頭來看 如果捷運到基隆來呢 七堵站可以怎麼規劃 八堵站可以怎麼規劃 現在此刻都必須要重新想 否則我們會看到的是 捷運來基隆這件事情 它到最後就會變成是一波 土地商品炒作的題材 所以我必須要說 我們在場看電視的朋友 如果你有住在八堵區 暖暖區或安樂區或七堵區的朋友 我覺得特別要注意這件事情 八堵火車站如果未來捷運開到這邊 整個八堵站周邊下一個階段 應該要怎麼規劃 如果現在基隆市政府就開始 好好盤點附近的鐵路用地 以及公有土地 這件事情先盤點好 先規劃好 它就不會讓整個八堵站周邊 開始變成是大家房地產炒作的重點 而有機會可以讓附近的都市機能 以及公共建設可以再往前提升 我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說 第一個例子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八堵路的圓環跟路形 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那是早年的設計 但現在有沒有可能透過捷運來的同時 把八堵圓環跟八堵路的路形 可以重新做調整 然後可以規劃出好的公車停靠區 可以規劃出好的停車場站 這件事情才有辦法讓未來的捷運八堵站 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第二個想像是什麼 從安樂區到暖暖區的交通動線 其實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 大部分安樂區如果要來暖暖區的話 大概很多人就是走那個高速公路旁邊 從邁進路走高速公路旁邊的寒洞 然後再一路銜接到巴德橋 類似像這一種動線 其實是需要能夠有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一次改變 所以如果有可能 就應該要開始想像 未來整個以八堵站為中心 如何讓暖暖區的接駁交通 然後以及跟安樂區 往八堵捷運站來串聯的交通動線 就必須要在這個階段先想好 你這個階段一旦先想好之後 後面的整個都市規劃 才有辦法往前進行 否則我們現在看到 不管是北無賭的那個研發新政 這個議題一炒作出來之後 整個房地產的熱錢就往北無賭去啊 現在我們也知道有一些熱錢 也開始準備要往八堵去 這其實都不是好的現象 真正好的規劃應該是什麼 基隆市政府趕快加緊腳步 把周邊的土地跟公共空間重新盤點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七堵站 七堵站也是會有類似的問題 你如果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當中最突兀的 其實就是整個七堵吊車場 七堵火車站旁邊的整個七堵吊車場 把七堵分成前站跟後站之別 你可以看到前站跟後站的是完全兩種不同的事件 所以張圖和張議員其實長期也一直在呼籲 七堵火車站的停車問題 到底有沒有可能透過改善 明德國中的體育場的地下停車場 新挖出來 然後來改變那個附近周遭的環境 但我必須要說這件事情 必須要透過捷運來七堵站這件事情 一次總體同步規劃 所以我額外要再提這件事情 麻煩再幫我帶到這張圖 你如果看這張圖就可以看到的是說 其實從泰安路一直到東新街 一直再到八堵 八南里 八堵路的185項 其實都是沿著整個七堵吊車場的邊緣在進行 可是這邊作為後站其實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它的交通動線不明確 然後而且它的交通機能其實也不完整 路網也不完整 其實就必須要在這個時候透過基隆市政府 先行規劃能夠讓整個七堵捷運站 未來作為捷運的站體的時候 周邊的交通路網一次規劃清楚 在這種前提之下 這個捷運站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它可以同步造福泰安里 同步造福長新里 然後同步可以造福暖暖區的八南里 在這種情況才會真正開始往 我們一直在講的都市縫合的方向走 否則你會看到這種情況 它如果沒先行規劃好捷運來的結果 其實一樣對地方上不會帶來太大的幫助 所以可以看到真的要規劃好要先前的佈局 張毅座 首先我完全呼籲 也同意我們剛才我們寢之兄 所談的有關這個捷運的問題 但是在這邊我是希望呼籲我們中央 到底原本2017年的3月17號 當初是我們蔡總統來承諾的時候 自己來承諾 包括我們市長很多的立委都背書 2022的三議 即將2022會通 由我們的展覽館是我們基隆站 現在經過幾年了 在議會裡面又不斷的變化 變化什麼 又變成為中英亮 然後中英亮又到現在又回歸到 又要討論捷運 那當初我們兩位的前任市長 包括已故喜財利喜賢市長 包括張賢市長 多在推我們 結果現在又回歸到原點 又要推我們民生細紙線 延伸至我們基隆 那這個案子已經快成熟了 為什麼說犯了一個執政又犯了一個品牌 來一直來扶隆我們基隆市民 我們在這邊敢保證 能夠真的2022能通嗎 輕軌能通嗎 大家心知肚明到現在 一些軌道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希望在這邊選票也騙了 也當選了 我希望我們政治人物 不要用亂開支票來騙選票 而且要勇於負責任 能開嗎 沒有開誰要負責 開拍屁股 卸任了 那期待我們基隆市民 尤其我們基隆市民 有時候那個輕軌已經談了多久 我希望再次的呼籲 我們不管哪一黨執政 不是亂開選票騙選票 騙上的又怎麼樣 你要勇於負責任 來對我們基隆市有所交代 以上 所以想要的生活 真的是要自己來爭取 要政府來支持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我們的參與式預算 維仲一座執行一年多下來 已經有超過了千位的安樂區民眾來參與 所以我們要請教維仲 在這一個計畫上看到的亮點 其實今天特別想要跟大家來談到 是說其實我們有非常多基隆正在進行的建設 那這件事情它不只是說我們 像剛剛非常多宇宙關係的 這樣比較重大的建設 這樣輕軌或是捷運這樣的重大建設 跟甚至TOD等等 很多事情其實民眾也有機會 可以來一起來參與 就我們最直接的生活經驗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在去年開始 執行基隆第一次用議員建議款 來做參與式預算的活動 那這件事情其實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想說等一下請導播 可以來幫我放一下我們的 就是相關的進度報告 那再往下一張 為什麼會要來執行就是參與式預算呢 最主要是因為基隆現在有議員建議款的問題 那其實全台灣很多的縣市都已經漸漸的讓議員建議款退場 那像台北市高雄市 然後甚至是新竹市也開始在做這件事情 非常多的城市 那議員建議款其實一開始設定是希望說 讓各地方比較了解地方的民意代表 它可以去建議 希望可以來做什麼樣的建設 但是其實我現在在上面列的這些點呢 其實都是監察院跟非常多關心就是議會透明的朋友 他們整理出來的重點 議員建議款因為議員是省預算的人 如果今天有辦法碰了這些錢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是議員也是人 我們可能會有人情跟連任的壓力 所以它可能會造成一些 可能反而讓就是城鄉之間的差距更擴大 或是沒有辦法做整體的規劃 另外的比較麻煩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常常在執行的是10萬元以下的採購 所以可能會規避政府採購而發生一些問題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就是撫會關係 這是我覺得最嚴重可能會排擠正常的市政預算 然後會很難去做整體的規劃 那再往下一張的話呢 就是我們為什麼這一次會特別用 餐飲室預算來執行呢 就希望說透過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再把市政府也帶進來 公部門來做一起的審議 看這件事情 事法性、預算性跟公共性上夠不夠 然後最後再跟安樂區的所有朋友 來一起來邀請大家來投票 決定哪一個是要優先執行的 這樣我們就會有足夠的代表性 那其實這件事 當時在去年的時候執行的時候 我們其實壓力真的蠻大的 因為會很擔心說 第一個金融市民不知道熟不熟悉這樣的活動 然後會不會有辦法來參與嗎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成果是非常好的 我現在就來跟大家報告 好也再麻煩導播幫我放一下 這個是一個我們在一千多位的民眾裡面 票選出來的第一名 非常的有趣 是螢火蟲的富裕 然後跟周遭景觀生態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為了提升社區的綠意 跟就是自然心態 那最主要這裡有兩個事情要做 第一個是調查螢火蟲 然後第二個是說 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讓螢火蟲回來 那我們再往下一張 就可以看到是說 這真的是非常有趣 因為其實我們在執行相關的工程改善之前 我們這邊只爭取到一點點的經費 來做相關的調查 所以我們後來邀請非常多的民眾 關心螢火蟲的民眾 跟我們一起來執行螢火蟲的調查 其中裡面大家有看到很多孩子們 他們也是人生第一次看到螢火蟲 非常非常的感動 這也激發到非常多的家長 跟其實一起來參與的民眾都覺得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力量 不管是這筆經費的運用 來改善我們的社區 讓螢火蟲回來 這是第一個 那下一個提案也在麻煩導播 那這也是跟住民非常關心的公園 它是得到第二名的支持度 那我們有兩個公園正在進行改善 那主要就是我們安樂區的兩個 滿多人在使用的公園 就是我們安樂三期附近的四圍公園 跟安樂公園 那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進行安全的體檢 跟就是設施的改善 來請看下一張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說呢 這兩個公園呢 第一個是因為公園的改善 它的郵具的改善可能需要是有民眾的意見 使用者使用的小朋友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四圍公園的這個遊戲場 我們是跟民眾做問卷調查 看他們覺得最需要什麼樣的郵具來更換 因為大家看到畫面的那個 左邊的那個郵具它其實不合安全規範 我們要換一個 所以就邀請大家來給我們意見 那也收集了滿多朋友的意見 我們現在正在執行 那畫面的右邊的這個呢 則是我們的比較大範圍 一點點的安樂路二段上面的公園 那我們就跟許多的住民朋友 還有小朋友們 可以往下一張看 執行了一個我們的設計的會議 就是說大家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郵具 或是說我們社區可以一起來動手做什麼改善 我們就透過這個會議在持續進行中 那目前這個案子也正在進行 那再往下一張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2020的提案大概執行到這邊 這邊也來跟大家一起來邀請 現在是疫情期間 我們也在線上來徵求絕不接觸 然後交邀請大家在線上 可以來針對我們今年2021年的 我的議員建議款的額度 來提出你可能會覺得說 也許我希望說疫情過後 我們的社區可以如何改善 不管是人行道啊 學校設備甚至籃球場啊 或是無障礙設施等等的 都歡迎大家可以來提案 然後我們這次有準備 很實用的家電可以來抽獎 只要你提案成功的話 可以抽膠囊咖啡機跟按摩牆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間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思考 怎麼用自己的行動 然後來讓我們的安樂區或社區 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可以看到民眾來參與 還可以抽獎 就是鼓勵大家來參與 一樣看到民眾參與的亮點 還有我們的淡蘭古道 這是一條值得探訪的國家級綠道 我們來看這一段影片 好嗎 好了嗎 好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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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 就是不要再打這個 然後打起來就可以 然後 對 給他這個背景 對 我們現在又不是最反的 就是來練習一下 然後 他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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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場 現在看到的發明是 民眾場 就是除了 我們主張這個活動之話 然後也有邀請 這個陳惠仲議員一起參加 那天大家一起來 做手作步道 其實是 滿身泥泞的回去 但非常非常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談有關千里 有關淡蘭古道這個議題 到底在基隆市值不值得往前發展 我們剛剛前面一再地談到 基隆市的發展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已經稍微有點失衡 有沒有可能是可以慢慢把焦點跟腳步 轉移到暖暖區的淡蘭古道呢 這個淡蘭古道它特別點到底在哪裡 淡蘭古道其實是一個步道 大的步道系統 然後是過去300年前開始 整個北台灣開發歷史過程當中 一路發展出來的步道 這個步道系統在千里步道協會的推動之下 然後一直到了2018年 被行這邊納入是國家級濾道 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濾道 那有三條路線 北路 中路 南路 北路跟中路的起點就剛好就在南暖 南路的起點在六張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說 從過去為什麼叫淡蘭古道 因為它就是從淡水廳 一路到格馬蘭廳的整個路基和路徑 過去這300年來的 目前還可以分辨出來的路基跟路徑 其實都已經被大致上整理了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說 從暖暖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來走的話 從暖暖火車站出發 你不但可以走北路 一路走到四角亭 瑞芳 然後一直甚至到喉童 雙溪 然後到貢寮 草陵古道 都可以銜接得上 你如果走中路 大概就會是走 積浮公路 然後走進暖冬峽谷 然後一直在走 我們過去稱的暖冬舊道 也就是十分古道 離開暖暖之後 它就會進入到新北市 新北市的話 其實就會有像灣潭古道 北四溪古道 崩山坑古道 類似像這樣子的古道 零零種種加起來 所以光是淡蘭古道的中路 它其實就有15個小段的古道 是可以被銜接起來 一直從暖暖火車站走到哪裡 你知道嗎 走到宜蘭的外澳 全長多少公里 60公里 你想不想來試試看 作為一個北台灣的撞油行程 這件事情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講愛台灣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值得往前做的 而我們要說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在宣傳一件事情就是 天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我們在要求政府必須要開始把焦點 關注到步道和古道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在做地方觀光 而是同時我們要考慮生態跟文史 所以不是砸大錢下來做建設 而是必須要考慮步道的發展跟宣導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11月 會舉辦第四屆的亞洲步道大會 就會在台灣舉辦 所以到時候會有英美日韓四個國家 如果沒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響的話 都會來這邊會師 然後一起走淡蘭古道 真的非常歡迎大家一塊來參與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藝座 也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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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日光! 平方、日光,超級、小美、馬高增 我們下次見 不太有問題 要不太有心底 那你會不會有心底 沒力 好 封量化碳 终结者NOKO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氧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KO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